是不是害死了我们的小孩 对不起 因为我自己也不好受 我也不好受啊 应该是我跟你道歉吧 我们一起 一起 一起什么 你只在乎你自己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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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a取决杨佑宁 矮矮原因曝光 被狠狠摔开 痛苦演技大爆发 让你陪着她深深的心 然后慢慢的痛 你开心 好天啊 没事吧 Ella和袁佑宁小两口 好不容易在今夜一起歪鼓掌 矮矮成功 但Ella的心结始终没有解开 又刚好遇上现场版的生产 于是终于坦白 这东西我月季没来 宋小姐恭喜你啊 你怀孕了 我看着妈妈手册里 一条有一条的主意事项 我越看越不安 那一阵子 你一直跟我分享 你身边的朋友 都有宝宝的 然后你就满心期待着 你也有自己的小孩 可是你越是这样 我们两个的时候 我越觉得有压力 越觉得很担心 因为光是我们两个的事情 就够不烦的了 我真的还有办法 再去照顾一个小孩吗 医生说 刚着床的时候 要避免激烈的运动 可是医生的提醒 我都故意补当一回事 我还是照常生活 照样过日子 然后有一天 医生一直跟我说 那不是我的错 叫我不要自责 但是你知道吗 我在那个头上 竟然以为 松了一口气的恐惧 我不能原谅 那个松了一口气的自己 什么害死了 我们的小孩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我 我自己也不好受 我也不好受 应该是我跟你道歉吧 对不起 我让你觉得 我没有办法承担这一切 对不起 我让你觉得 我们两个 没有办法一起养小孩 我让你隐瞒到现在 才跟我说这一件事情 不是这样 你只在乎你自己 啊 啊 啊 我难过不声唏嘘 吼 我 我难过不声唏嘎 我难过不声唏嘎 我难过不声唏嘎